驾驶座车窗玻璃整个被敲破 车主一觉醒来 看见爱车成了这个样子 实在傻眼 想报案找凶手却无从查起 事发地点在新北市领口的中小一路上 不少车主都会像这样把车停在路边 但是整条路都没有监视器 没想到居然有人半夜来敲破车窗 仕途行窃 而现场是留下满地的玻璃碎片 车窗被敲破 玻璃碎裂满地 发生在这个月8号领口丽岩公园旁 整条路上没有半只监视器 找不着下手的人 附近不少住户都说曾经受害 有的一连早且三次 被偷汽车电瓶或是零钱 白天是还好多 听说晚上有 就是我儿子的晚上 回来他就随便一停 第二天去 玻璃窗破了 零钱被拿走了 破窗贼出没的地点 距离三井凹泪也不远 大约500公尺 走路只要7分钟 驾驶说明明是把车停在格子内 却难免有些担心 停车的选择 例如说在人车 比较常经过的地方 或者是说刚好在路灯下 甚至说有我们警方建置的 监视器的路口 这边做停放 相对会比较安全 警方接获报案 也针对破窗路段加强巡逻 提醒车主 方切小配方 停车尽量选明亮处 有关旅员最好 不然也能看看路段 有没有监视器 但最重要的是 别把贵重物品放车内 才不让窃贼有机可乘 记者吴清俊 刘雨景新北市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